晚上又是光线不太好 早点有点大 我们来试吃这个雪糕 然后是橘子薄荷和香草 专门挑了三个国内比较不常见的味道 这个香草比较常见 橘子和薄荷的十分不常见 然后这个雪糕是每100克1258千椒 它没写这里边牛奶的含量 都没写这里边牛奶的含量 不过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这个雪糕 但它不是横竖包装这样 那么三种口味都在这 然后这个黄的是什么 黄的应该是橘子 如果黄的不是橘子 那我也是福气的 一般黄的都应该是橘子吧 我现在特别怕这突然服气 巧克力外边沾有奥利奥的感觉 脆脆的 我觉得我可以服气了 这个黄的不是橘子 这个黄的是香草 中间是白的 这个香草的口味冰淇淋香草 这个香草特别淡 不太吃得出香草味道 不香油的冰淇淋啊 香草味大的吓人 可以有好评 颜色有浅到是 这个橘色的 橘色的总盖是橘子了吧 橘色的也不是橘子的 那我也服气啊 这个是橘子 哇 这个橘子太香了 这橘子香得有点过分了 是那种非常老式的橘子水 的感觉 像什么呢 让它蒸发掉一部分浓缩一下 就是这个橘子感觉特别香 香的不真实 香的不真实 不过确实这个感官刺激是很到位的 我这感觉来呀 不然一会边吃边化呀 那剩下这个应该就是薄荷了 毫无疑问 这个薄荷味的血罗也是满醉的 但是我相信我回国之后会想念这个薄荷 因为这个薄荷的活力不太好买 嗯 试试啊 这个薄荷不像口洋糖那种薄荷 像什么呢 有点像黑人压膏 但是我觉得它比那个薄荷巧克力友好多了 薄荷巧克力太不友好了 这个明显友好很多 薄荷巧克力那死甜 这个不会 当然我想这跟它冰糕的静止也有关系啊 所以不会死甜 薄荷可以给个好评 冰糕啊 都不会太难吃的 这三个都给个好评 它还有三种口味 但是那个也有也有香草 那就应该还有两种口味 也还不错 但是我感觉最好吃的还是那个甜筒 还有之前吃过的那个抹茶 嗯 那就是冰糕的评测啊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微知小白 有互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